8月29日 Redmi在新闻发布会 正式带来了Redmi Note 8系列 Redmi Note 8是小金刚Note 7的升级版 采用6.39英寸全面屏 90%超高屏占比 同时采用更小更隐形的后置指纹 有梦幻蓝 二月白 钥匙黑 三种配色可选 采用双面GG5大猩猩玻璃 四角防护射击 相机方面 Redmi Note 8后置四射 包括4800万像素的 超清主视镜头 800万像素超广场镜头 加超微距镜头 加紧身镜头 前置镜头上 Redmi Note 8配备了1300万像素 支持AI美颜 核心配置方面 Redmi Note 8搭载骁龙665处理器 内置4000mAh大容量电池 又配18W快充 此外该机还内置 1217超线性扬声器 并且首次加入NinoMesh双层防尘工艺 和过滤扬声器处的细小灰尘 不会影响外放音质 另外Note 8的扬声器还支持声波出尘 通过0.4mm最大振幅 形成两牛顿推力 30秒出尘 而Redmi Note 8 Pro 在外观设计上 与Note 8的差异比较大 机中最大的不同 就是背面的摄像头布局 从机身左侧移到了背面的中央 并且同样采用了 隐藏式背面室温识别设计 屏幕采用了达载53英寸全面屏 拥有德国莱茵TUV固眼认证 搭配COF旗舰风转工艺 超窄下巴 3D四曲面玻璃机身 颜色上有被母白 冰翡翠 电光灰 三色可选 Redmi Note 8 Pro的一大卖点 是首发6400万像素 来自三星的JWE Smose 能够输出9248x6936分辨率照片 扬感器本身感光面积达到了1比1.7 是目前手机传感器中尺寸最大的感光元件之一 此外Redmi Note 8 Pro还配备了800万超光脚镜头 200万景深镜头 以及200万微距镜头 前置2000万自拍镜头 支持AI美颜 核心配置上 Note 8 Pro搭载联发客Helo J9 2T游戏芯片 并配备了3毫米直径热管进行夜冷散热 同时串联兼顾电源管理芯片 这样在充电时也能保持更低的温度 其他配置上 Note 8 Pro还内置了4500毫安大电池 18万快充 电价方面 Redmi Note 8 4GB加64GB999元 6GB加64GB1199元 6GB加128GB1399元 Redmi Note 8 Pro 6GB加64GB1399元 6GB加128GB1599元 8GB加128GB1799元 总体来看相价比可以说非常之高 除了处理器几乎没有缺点 好了本期的每日直播报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高通资讯就在智能界 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生存测评频道 面费生存心机股票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